咱们刚刚说的这个过程 不要觉得复杂 唯独一点是 你要核心点 你要明白 用多进程多线程 这个原因 其实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 如果一个进程 没有用多进程 也没有用多线程 也没有设程非堵塞 只是普通的receive 将来这个套件子 B卡 也就是说B堵塞 堵塞到数据数到为止 那么最终就导致了个问题 浏览器A 给你服务器发的时候 浏览器偏偏就是 延时了五秒才给你发数据 你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等五秒 如果这个时候来了 大量的用客户端 都要给你发数据 每一个多延一会儿 那么将来你就服务的相当慢 越到后面的越慢 那所以说怎么办呢 我为了给用户一个 体验的一个更好的效果 用户来的时候 我就找一个人为他服务 用户来的时候 我就找一个人为他服务 那么请问 在是不是咱们之前说的 这个多进程多线程 那么我就用单线程 单任务这种方式 真的实现不了了吗 可以实现 怎么办呢 核心过程是 我只要把这个套戒指 变成非抖色 一个套戒指 创业出来的时候 默认是非抖色的 只要设置一次非抖色 那么它 在设置成堵色之前 永远都是非抖色 这样 你出生的时候是男性 你除非去泰国一趟 否则永远是那个男性 就是这个道理 懂我意思了吗 这就是一个特性 这是一个特性 那么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套戒指 设成非抖色之后 我接下来在挖户处里边 不管我调用多少色 这个东西 永远是非抖色了 只要它一非抖色 它就产生一场 产生一场 我就意味着没有客户单到来 只要它不产生一场 我就认为来了 来了 我就找个列表存起来 你来一个存一个 来一个存一个 来一个存一个 请问同学们 如果把下面这拖代码 单单删掉不看 同学们 那最终会找到什么 来一个客户单 列表里边来一个 来一个客户单列表里边 加一个 来一个客户单里边加一个 请问 你列表里边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大 这个没错吧 你列表里边有了之后 你不便利列表 不去收数据 那有什么用 有什么卵用 所以说 我这个try 目的只有一个 判断判断 有没有新的客户单到来 来 我就只往列表轮任 我这个负轻环的目的是 只要负轻环 能循环起来 即列表里边有东西 那么我就意味着 这个客户单 应该可以检查一下 是不是收到了数据 我接下来就挨着检查 没错吧 最终的一个效果 就实现了 单线程 单进程的单热化 还能够实现 多个客户单 一起服务 就是这么一个 我估计咱们大家 有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要是来了一万次 比方说吧 这一万次都结束了 又来了一个 请问这个列表里边 是不是就会存了一万零一个 这个列表里边存了一万零一个 那么请问前一万个都已经走了 你接下来为了便利最后一个 是否意味着你要便利前面那一万个 你知道吧 它的位置是一万零一 你为了便利一万零一 你必须先把前一万个便利了 请问 你这个效率是不是也就是说 随着客户锻炼金 你的次数越多 将来你这个列表越大 当你的列表到某一天承受不了的时候 你的复循环循环 因此列表就去说花好几秒的时候 请问 是不是也意味着你这个程序 这个性能就直线下降了吧 这么做法肯定不行 既然能加东西到列表 还可以怎么的呢 能解 对百分之百 你要把已经复完的团结给它干掉才行啊 怎么干 在哪干 什么时候应该把它从列表把它踢了 它不就没了吗 在哪 请问 什么时候应该把一个团结给它close 是不是意味着什么时候就不需要再去掉女性了 什么时候 对方发过来的数据有可能再次没发过 没发过来 也有可能发了一步反 也有可能发了几个字节 这是不是都有可能的事情了吧 那么我原来也说过一个点 为了正确的做一个TCP的服务器 咱们应该的操作是 让客户端先close 咱们服务器是不是再close吧 那么我将来怎么才能从列表里边把它踢除掉呢 当你这个receive没有产生异常 而且此时没有数据返回 意味着什么 请问他吗 receive date 如果receive date 这句话词这句话词是没有产生异常 请问意味着什么 没有产生异常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哥们正常收数据是不是正常呀 那么也就意味着正常的receive有返回值了呗 那么有返回值分为两种 一种是返回值里边是空的 一种里边是真正的数据 同学们没错吧 我什么时候应该把这个套接子从列表里边干掉呢 是时间点是这个套接子不用的时候把它干掉 你怎么知道不用 对方掉了close 一定不用 没错吧 那么怎么办呢 先去收这个数据 看看产不产生异常 产生了异常 意味着对方没有发送任何数据过来 如果要是不产生异常 两种可能性 哪两种呢 if receive data 那么这种方式意味着什么 对方对方发送过来数据 对吧 还有一种 alth这种时候意味着什么呢 对方调用close 导致了 receive receive 返回 你说是个道理吧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对方发送过来数据 我不是不产生异常吗 那不产生异常也分为两种 你是收到数据了 还是没收到数据 没错吧 收到数据就是正确的数据 那么接下来你该怎么做怎么做 你该怎么做怎么做 这个地方就是处理 如果要是没有数据 请问同学们 那elth之情 elth应该干什么 咱们的目的是什么 咱们大体的方向就是 人家都关了 咱们怎么着 咱们是不是也得关 咱们也得掉close 咱们不仅要掉close 是不是还应该把这个 不用的套截子 从里面里把它干掉 是吧 没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着呢 client socket list remote client socket 你是从列表里面取出来了 当然你可以直接删的时候 放到里面删 没问题吧 所以说你直接把它从列表里面干掉 那就可以了 来咱们看一下东方 来一下啊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没有客户弹道来 这个知识 这个不知识 这个不知识 导致列表是空的 放不循环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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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个过程 当我知识到某一遍的时候 不成的一场 客户弹道来了 我接下来往列表里面加 加之前 我先把这设计费走到 好了同学们 列表里面只有只有一个了吧 我接下来我就放我循环 我就循环这个列表里面的数据 有数据吗 砰 产生了一场 请问意味着什么 对方没数据过来 对 好了没数据过来 我再带循环吧 当我带循环来的时候 又有个列表 又有这个accept 没有产生的一场 请问同学们 是不是又有一个新的客户弹道来了 我又加到列表里面去 请问列表里面有两个了吧 现在有两个 我便利第一个 有没有数据呢 有数据 但是我的返回值里边是空的 请问意味着什么 对方掉了close 请问是不是意味着 我的主意是有没有产生一场 是吧 对方掉了close 那么就不产生一场了 接下来咱们的L数据之行 因为你对方掉了close 这个地方就是空 这个地方就是空 我说过 空元素 空列表 空字点 空计合 只要是空 条件都不满足 是吧 那么这个条件不满足 条件不满足 咱们是不是就做L数据 把你从列表里面干掉 我接下来 把这个套鞋子给了close了 那么接下来 我是不是该怎么循环 是不是该怎么循环了吧 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个流程 对吧 你只要下线 我就从列表里留三 你只要下线 我就从列表里留三 请问这个事情 是不是就解决了吧 基本上通过它 就完成了一个并发的服务器 单件成单件成 依然是并发的 这就是并发的实现 好了 那么接下来咱就把咱们 刚刚和写的这个代码 咱们给你做费 咱们拿一份 咱们拿到乌班图里面去 咱们先看一下 整体我刚刚给大家说的 这个过程 咱们应该是怎么来实现 好了 Geditor 然后08 我就直接把08打开 把08这个全部干掉 那不要了 全部干掉 粘贴 好了放到里面去 这两句话得删掉 分吧 来咱们试一下 咱们想保存 保存 关掉 我VIF 打开 咱们把这个程序学的完整的 import的都是谁 socket 然后还有导致什么东西吗 差不多了吧 好了 我接下来 我不用函数了 我只是说这个过程 大家不用函数了 来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socket.socket 没错吧 这里边有个socket.af下文线 inet 然后这里边有个socket 叫什么 sock tcp 下文线 死去 死去 好了 在前面保存了 创建套接着 既然你想当tcp的服务器的话 tcp服务器怎么着 的tcp的绑定 的bind 绑定 它是一个原主 本地 然后端口 7890 好了 接下来 还得tcp 是不是还得listen了吧 写上一个128 接下来我再把这设论废费得到可以了吧 好了 这一坨都是基本功夫准备完了 接下来我定义了个列表放在这 接下来我的外要处就开始执行了 我的外要处就开始执行 这个地方 它这个空呢稍微有点大 稍微有点大 我再改改 那我就这样了 我用这个东西 好了 如果你想用命令开启sublink 怎么看 subl subl 然后扣买写上你的文件名 立马呢 你的这个sublink 就会把这个程序打开 这么说理解了吧 打开这个程序 controlA 全选 大家有没有发现 看啊 对吗 看着 我接下来看这个代码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是个杠 一个杠 一个杠 这个杠意味着什么的 这个杠意味着贴包件 听懂我意思了吧 python3里边的规定是 把所有的贴包件 换成四个空格 也不允许 既有空格也有贴包件 就不允许 你要么都是贴包 你要么都是空格 但是最好用空格 听懂了吧 不允许又一会儿是空格 一会儿是贴包 就是说 我为了对齐这个地方 我来了四个空格 和来了一个贴包件 的宽度是不是一模一样吧 那么将来 python3是不允许这么多的 你 听我的 直接在python3里边 把所有的贴包件 全部转成空格件 就行了 一个贴包 转四个空格 controlA全选 全选完之后呢 看右下角 这个右下角 我能往上拖一拖 电话没有了 controlA 炒销就回来了 看着 它的右下角 我原来已经给大家 是不是点过这个东西了 是不是里边所谓语言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这里边不是还有贴包件吗 我点一下它 它就会立马出一个东西 你这个贴包件 是到底有多宽 你可以射的 你射成八个 你看 八个 宽了吧 你再射成四个 你看 看代码 走 是不是有进去了 我想把它转成空格件 怎么办呢 点这个 然后在对下面 有一个东西叫做 转换为空格索件 点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现在全部都变成点了吧 这百分之百是四个空格了 好了 你代码 基本就这样了 回个出去 你再看看 咱们刚刚写的时候 这个宽度 这就变成了咱们现在想要的这个宽度了吧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来 接着咱们继续说这个程序 sup里面里边 可以直接这么替换 好的吗 那么大家再看 我等待着接收 接收完之后 一个新的套件 一个新的地址 地址 咱不管它 这个地方打印没有到来 这个地方一个新的到来的时候 是把它生成 费子上了吧 接下来把它添上列表 接下来复合循环 接下来收入数据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请问可以吧 这个地方 在最后我再打印一句话 这个位置 再打印一下 客户端已经关闭 print 客户端已经关闭 好 那么既然你是close的这个东西都掉了 是不是就应该客户端的close关闭了吧 好了 我接下来我试验一下 这什么 怎么一直在循环 是不是应该是这个现象 ktro c 我为什么ktro c呢 因为太快 你根本看不出效果了 vrm08打开了吗 import time 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吧 咱们先验证过程 验证过程的时候 突然不要太快 让它慢点 time just sleep 你过一会儿 你再让它快不就完了吗 你先看着效果 来 快点三 零八 走 0.5秒一个 打开 这个 来 看下 我打开这个东西 想干啥 我让这个当做客户端 连接谁呢 127.0.0.1 然后端口是 7890 好了 看着我这 连接 怎么样 不一样了吗 只要没有产生异常 那么就意味着 来了个新的口感 请问刚刚我一点 是不是来了个新的口感 为什么接下来 打一数据的时候 就是没有新的口感来 这个口感没有发动 和数据来呢 为什么 咱们现在是不是 具有监定套节 是不是还有刚刚 来标记 整个口感的套节 了吧 那么要说通话 我再来一遍 你觉得效果会是什么呢 那个叫什么了 网 点这个 看着啊 我再来一个 点口感 127.0.0.0.1 7890 好了 接下来 连接 注意看啊 走 又来了一个 是又来了一个吧 又来了之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 没有新的口感到 下面下面出来 两个没有数据了吧 我要说再来一个 你猜你估计也猜得出来了 大家看 再来个 咱最后一个了 不来了 这个自己来一下 0.1 7890 好了 链接 注意看效果 现在用单进程 单进程 单线程的服务器 是不是可以同时 为止三个口感 是不是一起服务 没有任何问题吧 不就实现了这个效果了吗 接下来 我就关一个 关 关了 关 关 他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我就看一下啊 哪个地方写的还不太完善 resee resee 解读色 resee 解读色 如果有数据到来 哪个地方 这个地方都没有打印 先关带山 还是先山带关呢 试试啊 放到这 你的意思是放到这 一样的吧 试一下 试一下 我看看 我看看这个效果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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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lot3 08 我先连一下试试看 都 我断开 断开 连 没有断开 竟然没有断开 看这个效果的话 好像是没有执行的elf了 对 好像没有执行的elf 好的 你们先理的这个 我看看这个bug为什么产生 接下来理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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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